好 宇宏這方面經驗很多 妳五個男朋友 四個是妳追來的 沒錯 我自己喜歡的類型 就本來就是比較小眾的那種類型 就是你們可能喜歡的都是 有才華或是帥的那種 但是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就在當編劇 所以那時候已經認識很多 就是已經看過很多帥哥美女 我本人對那個 就是帥哥美女 已經看得太習慣了 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開始會喜歡那種 帥而不自知的人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很帥 可是他其實 那也就是妳覺得他帥 可能其他人也這樣默默覺得 但是他很邊緣 他其實不打扮嗎 還是什麼那種 就可能他以前不會打扮 就是他小時候不會打扮 然後他突然間會打扮了以後 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變帥了 然後我很喜歡那種 就是像乾屍一樣的人 很瘦 就是很瘦... 就像乾屍一樣 然後可是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容易追失敗的 OK 怎麼可能 那這根本不是有男生可惜的嗎 是嗎 就是他們都其實 不太喜歡人家追他 而且他們看到 就是類似我們這樣子 外表的女生 會覺得我們是玩卡 就會覺得說 你一定沒有要對我認真 或什麼之類的 那時候是即時通的年代 然後我們就在聊即時通 他是玩就是黑死音樂的 跟大家講什麼叫做黑死音樂 這個是我朋友的那個樣子 有點像類似這樣子 但是他還不夠乾屍啦 舉例的 對 我來講他 對 他看起來還有營養 有養分 所以還有點肌肉 還不夠乾 對...不夠乾 要再乾一點 然後就你覺得他對這麼 不是大眾的東西 那種非主流的東西 有這麼一個熱忱在的人 真的是太帥了 還有魅力 然後我就想方設法 就是要到他的即時通 然後就開始跟他聊天 但其實他也沒有多少 跟我聊天的時間 那時候我就看到他的即時通狀態 在倒數 說他生日是什麼時候 我以為是 不是 不是升天 他沒有升天 就是他倒數 就是他的生日快到了 所以我就知道他的補習班在哪裡 我就拿著蛋糕 然後去他補習班的那個 捷運站等他 那捷運站叫做南京復興站 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我就拿著在那邊等 然後他就等很久 超久 大概等兩個多小時 那天還在下雨 然後他就走上來以後 他就看到了 他這樣 你怎麼在這 我好像本來就知道 你今天會在這裡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是中了嗎 有點心有靈心 是中了嗎 然後結果 隔天我朋友就過來說 思雨 我說怎麼了 他說 你昨天是不是有去 南京復興捷運站 就是給人家蛋糕 我就說 對啊 他說 他覺得你很可怕 他覺得可怕 他覺得你很像恐怖情人 對 他覺得你很像 就是追人家 就是我自己覺得 很浪漫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他覺得太太多了 對 他覺得太多了 我覺得可能亞洲男生 好像會比較害怕 還是他不喜歡吃蛋糕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這樣超可怕 他覺得這樣超可怕 所以有些男生不喜歡 你太主動了 你不要讓他感覺到 你等那麼久 那一次的機會 就是因為可能我看 太激烈了你知道嗎 太狩獵的感覺 所以後來你也學會 這一招欲情故縱 沒錯 我就學會 溫水煮青蛙 什麼樣的字 就是我在追我 現在這一任的時候 他一樣也是那種 帥而不自知的人 可是因為他不怎麼講話 然後他也不喜歡 跟人家社交 他就是很認真 在做他攝影的東西 我就覺得說 又來了 又中了 又來了 又中了 又帥到你了 又帥到我那個 差點暈倒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開始 但這招學乖了 就是我不會再 直接告訴他說 我就喜歡你 結果我就是放慢了腳步 默默靠近他 沒錯 我們在同公司 所以我就先跟他聊 就是公司的爛事 然後公司的爛事就是 這是最好開啟話題的 就很可以一直抱怨 就大家互相抱怨 抱怨... 然後最後 我就故意不回 他最後一則流的留言 又是同一招嗎 對 就是 就是他先不回 我就不回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我再回 這樣第二天 我們又可以再繼續聊 對 就是這個樣子 就無窮無盡的 讓他這樣子 一直這樣子下去 然後後來是他在那個 就是他有一次不開心 然後我就想到說 他以前跟我講過 聊天的時候跟我講過 他不開心的時候 最喜歡喝一種酒 叫做Midori 就綠色那個 OK 然後我就打電話到 有一天我就看到他 很難過 我那天當天晚上 我就打電話到各大酒商 大概十一點 十二點多的時候 跟那個酒商的老闆說 那個老闆請問 你們有賣Midori嗎 可以等我一下嗎 然後就有個酒商老闆就等我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 兩個人在雨天騎摩托車 好 妳真的做很多事 衝過去 然後把Midori買到手以後 我隔天 就把Midori上面 貼了一個那個紙條 然後因為攝影不是 有時候攝影不會看後面 你不是要幫他扶他的背嗎 對 然後我就貼了一張紙條 然後上面寫說 I got your back 好受傷喔 然後是就是攝影師 就是你在幫攝影師 顧後面的那個紙條 這樣 那個大牌一定吧 這個一定中啦 還沒中 還沒中 很難追 這個時候還沒中 但是我覺得一切付出 都是值得 他在查英文 什麼意思 沒有 他在ABC 又在ABC 什麼意思 對 他查了三天 對 如果我寫中文 他可能要查 他可能要查八天 所以後來關鍵 妳做了什麼事情成功的 關鍵是在他生日的時候 就是後來他生日的時候 那段期間 他其實那時候遭遇他 家裡面的人的一個 就是過世這樣子 然後他心裡面就很難過 然後我就一直記得 他跟我說 他過世的那個家人 最喜歡的就是阿爸 我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我說你去 就是日本的那個 所有的唱片行 我去過的那幾家 幫我拿 買到阿爸的那張專輯 的那個黑膠唱片 就是最原始版的 天啊 妳好認真喔 他真的很追耶 對 舞台女生的那一張 對 然後 後來我在生日的時候 就拿給他 就跟他說這是生日禮物 這樣 因為他媽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 所以他就開始 狂哭 然後 他還在反覆 他一邊哭 然後一邊跟我說 謝謝 你是不是在玩我 為什麼要這樣說 你是認真的嗎 就是 還是在確認 我是不是認真的 然後就跟他說 我是認真的 就是我真的認真的 很喜歡你 男生比女生怕受傷害 對 其實 這也是真的 因為他是雙女座 對 所以妳現在統整出來 妳可以成功就是 所謂媽媽式的追法 沒錯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 通常男生 都有練母親 是 真的耶 我們繼續做一次 這是真的 就是大家 他就全世界最愛他 就是他媽媽 沒錯 通常 通常是 不管你是不是最愛你媽媽 你討厭你媽媽的話 你也可能會喜歡 就是那些特質的 類型的女性 所以 關心 貼心 但是又有適當的距離 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因為媽媽是追法的精髓 因為媽媽 永遠都最了解小孩 但是他會跟小孩 還是有一點點的距離 跟兒子啦 跟兒子會有一點距離 跟兒子還是會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這種追法 保證重 必重 好 使用上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使用手套 使用上嗎 重點是要 不要真的完全就變 歐巴桑那個樣子 不要玩完全全就是 要買菜啦 或者是 這個幾折啊這樣子 不是這個意思 是關心跟貼心 我覺得要做到 讓他感覺像媽媽一般的愛 就是全然的接受 他 包容他 沒錯 但是又有些距離感 也讓他一些自由 但是媽媽是最後 會有一個後遺症 因為我們是要 當人家太太的 會不會變成是他媽 這樣會不會一輩子 變成是他媽 欣欣 那我認為每個男孩子 不管他是幾歲的男人 他的內心 永遠都會有一個小男孩 就是他有 一定有他任性 幼稚 然後想要傻脾氣的時候 那我覺得他所謂的 媽媽式的包容 應該是說 你是用一個俯瞰的方式 在看他 然後你去理解跟包容他說 好 我給予你時間 而不是發號施令 因為你知道 有的媽媽是所謂的 直升機媽媽 他就很喜歡 對他的孩子發號施令說 我告訴你 你就是不能做這個 我希望你要 以我的方式去做 可是我覺得他所謂的 應該是媽媽式的 包容跟距離 如果說今天 你對他的那種照顧 是那種 真的就是 對他的付出是 永遠在照顧他生活 起居 洗衣服 做家事 然後男生就很容易 就覺得說 習慣 對 那就是你的事情 你是黃臉婆的事情 那就不對了 OK 他就養成 耍賴的個性 對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 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 親朋好友吧